美国总统才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商 战争之王 八年前的四月 利比亚战争达到高潮 这是21世纪 对世界格局影响最深的战争之一 在那一年 数百架北约战机 肆虐利比亚 将这个承载住人类历史厚度的国度 轰为焦土 西班牙国家报记者在描述这场杀戮时 称从未见过如此肮脏的战争整座城市 被炸成衣废墟 妇孺与儿童如动物般此去 绝望的呼喊和怒吼此起彼伏 贯彻整座城市 八年过去了 利比亚血腥的硝烟还在飞扬 不久前 利比亚国民军在首都黎波里 与政府军展开激战 短短一日内就造成了上百人伤亡 1. 今天的利比亚 流传住一个冷笑话 以为美国人把卡扎菲打死后 国家会变成迪拜 没想到成了索马利亚 根据联合国报告 利比亚战火燃烧至今 已有近50万人死于战火 500万人被井离乡 且有600万人无家可归 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 究竟在利比亚战争中取得了哪些利益 它为何要发动这场战争 美国口口声声称为了正义与自由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今天 中书令为你一一揭秘 2. 庞大的金火集团 已经将整个美国 绑在了一辆叫做战争的地狱列车上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就在一次演讲中 向全美发出警告 小心军功复合体集团 将对美国政治体系构成伤害 军功复合体 就是指军火商通过资金运作 在美国国会和国防研究机构中培植势力 随后 相关国防研究机构 将依据军火商要求 夸大某几个国家的潜在军事威胁 假借媒体之口煽动民意 紧接住 军功系国会议员会借此 在国会上促使国防部的武器研发备案通过 让相关军功企业和研发机构得到拨款 最后 退休或离职的军方高官 或许还会加入这些军火企业 成为其政治说客 简而言之 美国军火商与政客和军方 围绕资本利益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体系 更多的战争 就有更多军火订单 例如 英国独立报报道 在叙利亚战争期间 美国一家军火公司就在战争中获利8亿元 军火业的纯利润 居然比石油还高 再比如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任期间 当时美国国防 能源和安全部门里 有多达32位高官来自军工企业 小布什任内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也与此关系密切 伊拉克战争的表面由头 是因萨达姆持有核武器 但直到战争结束 莫说是核武器 起义匪都没打出几包 唯有军火商发了大财 事实上 美国军方与军火商之间的紧密关系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早在1969年 美国参议院的一次调查中就发现 美国军火承包商的雇员中 有高达2000人 是前美军上校级别以上的军官 这些前 美军高官在政府中人脉极广 且门生顾力 便不朝野 可以更好的帮助军工企业 拿到大额订单 例如 曾在川普政府中 担任首席战略师的史蒂夫班农 就曾先后在美国海军和高盛银行任职 其名下媒体 多年来也得到了美国右翼势力支援 而特朗普政府的现任国务卿彭佩奥 更是和军工系关系密切 在2010年 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戴茨 就曾因军工复合体集团煽动民意 拍腐横行的问题 向相关利益集团发出过严厉警告 可惜收效收威 自二战后 美国军工集团 已然通过战争积累巨大财富 并以此距身政界 成为美国政坛不可忽视的重大派系 军工复合体经过多年发展 其内部资本架构 已经极为成熟 国会议员通过军火商 获得竞选资金和政治资本 军火商则通过国会议员 获得大量订单和拨款 而军方高层 则通过国会和军火商之间的利益链 获取财富和权力 所以 美军渴望战争 就像老猫贪婪咸鱼一样 自美国建国以来 从征服美洲到介入二战 战争在美国眼里从不意味住正义 而意味住土地 财富 二 美元石油的王座下 是雷雷百股 提到美国军功系在利比亚战争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另一个政治派系能源系 对利比亚战争中的影响 事实上 促使美军发动利比亚战争的直接路因 压根不是什么和平正义 而是卡扎菲曾意图召开美元石油体系 自成一家 根据2016年美国国务院检疫档案 当时 卡扎菲希望通过利比亚庞大的黄金储量 召开美国建立一个犯罪货币 与现行美元系统对抗 自二战之后 凭借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美元一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 这种优势 在上世纪70年代 美元石油地位却立后 达到高潮 简单来说 他国通过出口换取美元 再以美元购买石油 而石油国家再把美元投资回美国 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本回宣 美国也因为这个回宣 有能力抵御国内的高额赤字 和民众的低储蓄消费习惯 所以 从范达姆到卡扎菲 再到今天的巴尔沙 任何想挑战美元霸权的国家 都被以美国能源系为首的政治势力 以各种理由消灭 三 美军贪腐 政客利益链 战争 枪火 迷茫与世界的未来 时至今日 以军工系 能源系为首的美国传统政治派系 正在通过资本为桥梁 全力为基础 把美国绑上战争的列车 近些年来 美国军方高层贪腐案频发 早在2017年 前美国海军指挥官阿蒙森 涉嫌军方采购受贿 随后一举千出美军三十名海军高官 在此之前 美海军四星上将威廉沃德 也因受贿定罪 而这些 只是美军贪污问题的冰山一角 美国军方早已和政治派系 资本利益高度重合 在此前提之下 战争究竟是为了正义 还是为了利益 显而易见 世界的命运 似乎从未掌握在民众手中 而民众的鲜血 只是西方资本家账本上的一个数字 然而 时至今日 依然有很多国家对美国暴留住不切实际的幻想 再回想一下 昔日西方诸国和卡扎菲 勾肩搭背 一脸好兄弟的场面 再想想 卡扎菲被击毙时 利比亚民众山呼海啸的欢呼声 再看看 今日利比亚的惨状 子弹远比梦想更加真实 阿尔 是